那後學首先榮瞻天師的我們白水聖地不休息菩薩聖的 典燃師慈悲 講師的成全 那感謝講師班給後學這個機會 再次來跟各位前嫌分享我們倫語聖訓9的部分 謝謝 那後學先跟各位前嫌分享一下 我們上一次距離13章跟14章有一點點遠了 所以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那13章跟14章呢其實在訓文當中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身為白羊君子應該要立信以後的故人 所以我們剛剛顧講師有提醒我們 我們的心目中的十字架人意理智信對不對 所以信字就在這個章節裡面相當的重要 因為他要穩固我們完成人這一個行儀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呢 聖前先佛呢 在告訴我們說在學二篇第13章就是 信盡於義 言可覆也 恭敬於禮 願恥入也 因不失其經 義可忠也 OK 那在這個部分呢 在針對信的部分去做說明 那我們都知道信是言之端 所以它是一個最根本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內心跟我們所思所想 所說出來的話 那這一個點呢 那我們所說出來的話 要有沒有付諸實行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在第14章的部分呢 有告訴我們說 君子十無求寶 君而如求安民 是而勝於言 一樣在告訴我們說要謹慎而言之 所以呢 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矣 這是在第13章跟14章告訴我們 在言字的一個言之端為信 那所以呢 就希望我們可以做到 內部隱於己 外部欺於人 這個部分 在那時候我們的訓文當中 特別提醒到我們 內部欺隱於隱己心 所以我們內心的心 就是我們不欺瞞自己 也不欺瞞於他人 所以呢 聖遣仙佛於這個章節的訓中訓 特別告訴我們 有沒有印象 後學上次有跟大家分享 儲和印坤跟我們的 就是相當於理之本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儲和印坤呢 其實在我們的意經裡面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有太陽有錢就有坤 那在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天時地利之下 還要有什麼 人和 這樣子呢 整個脫衣上去之後 就如同船在水裡一樣 有足夠的水 但也水不能太多 就是剛剛好的 Push之下呢 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會相當完備而完整的 如實的完成 所以呢 當然它也是理之本 所以禮節呢 就是在我們的中庸裡面 也非常強調禮節 而且在禮記的部分也非常強調 所以呢 訓文裡面告訴我們 要合到行得 尤其在情禮法當中 怎麼樣去做一個折衷 所以呢 我們還印象中嗎 上一次我們的訓文裡面 特別講了一個 從很久很久以前的愛情故事 有沒有 就是權威抱柱嘛 OK 抱柱子 然後離開的 OK 所以呢 仙佛告訴我們說 要正己為先 先由自己做起 例行才是真之 所以呢 告訴我們說 要以義為原則 禮以行之 信以出之 信以成之 最後才會有成 那成了之後呢 在這個地方呢 跟各位前報告 才能夠達到 大學之道的一個部分 那才可以進而做到我們 先佛告訴我們的 要厚德故人 那厚德故人呢 就是貫巴德 通五輪跟統四端 所以八德五輪四端 在這個地方 就再去把它做一個強化 我們一定要做到的一個部分 那在第十四 十三十四章裡面呢 更提醒我們 白羊君子的實踐方法 後學覺得這裡很受用 所以稍微整理一下 跟各位前報告 那仙佛在訓文裡面 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親近 道德力學之人 那要敬重賢良品德 交友亦當 亦交亦友 那法聖賢行儀 所以在訓中訓告訴我們說 要普設大德敦化 小德川流不息 法語之論 才可以做到 春月照耀 然後這裡跑掉 那首先呢 要守重信近於義理 所以信跟義 信呢 近於義理 所以我們一定要 保持住 也就要理解到 我們道之中子 才能知道 我們怎麼樣去做 修道辦道這件事情 那再來呢 敬重賢良品德 訓中訓告訴我們說 一定要敦秉從禮 尚氣節 謹微疑 所以呢 要課尊敬老尊賢 敦秉從禮 謙虛含蓄養 也要做到 德高氣節的一個部分 那最後兩個部分 交友亦當 當交亦友呢 希望我們呢 在拙友必須有 以德為基準 那盡德之本 德業精進 我們才有辦法說 在相輔相成之下 我們可以 心性提升生命的 一個昇華 所以呢 我們都知道 有職有量有多文嘛 所以在訓文裡面 更強調這個區塊 而且有餘同修 所以現在是一個 什麼樣的時代 是一個團隊時代 而不是個人 英雄主義的時代喔 OK 所以呢 仙佛告訴我們說 要法聖賢行儀 所以言為智者 行為示範聲明道義 那最重要的是 仙佛提醒我們 一定要牽衝字幕 由我們自身做起 所以以身世道 將仁義道德推行於天下 那性理心法 才可以發陽光大 所以呢 顧掌師剛剛有提醒我們說 性理是很重要 仙佛裡面有再跟我們 再次提醒我們 性理心法的一個部分 好 那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十三章跟十四章 那最後呢 這兩個章節 其實十五十六章 已經是我們 大學倫語聖訓裡面 最後的一個章節 所以呢 聖賢先佛在這個地方的訓文呢 其實跟各位前方報告 裡面不難 然後去翻翻我們的訓文裡面啊 除了訓中訓跟本訓之外 已經沒有白話訓了 裡面連一篇白話訓都沒有了 那在訓文裡面呢 呃 他在遣詞用字上呢 大部分都是 呃 紀公老師 賺 賺 來開殺非常多 那就是鼓勵我們 呃 身為白羊修士 也就是紀公老師的徒兒 OK 所以呢 首篇的平額無產 就是 由我們紀公老師來批訓 那在訓中訓當中呢 在這一個 呃 這一篇訓中訓 主要是鼓勵我們要力學理揚來 一個理訓 所以剛剛鼓講師 已經有提到說 我們訓字非常重要 對不對 要有訓 自訓 訓他 對吧 那在訓的過程當中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的信理 是不是我們的理 是不是有穩固 所以呢 呃 仙佛告訴我們說 齁 呃 平產附交言談當中呢 要導眾以理 用理 來引導我們的眾生 那來 體道 宣揚人風 那也告訴我們說 聖德參 已道 忌眾 人和應激 四大同 那也在這裡告訴我們說 修辦團隊的重要性 尤其現在的時局之下 人和不容易做到 尤其是現在的孩子在 呃 生命當中 手機跟電腦可能是他們的朋友 那他們的朋友 也以後我們的下一代 甚至是我們面對到的道青 越來越都是 呃 沒辦法就是 不一定會接觸人群很多 反而是虛擬世界比較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仙佛告訴我們 在這個地方要告訴我們要人和應激 才可以四大同 所以我們的 渡人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我們要自己去突破 仙佛是這樣子的一個提醒我們 那跟各位前嫌報告一下 那這裡的平兒無產啊 我們都知道原文是子貢 在請教孔老夫子在 呃 貧窮潦倒或富有居上位的時候 心性上是不是會有受到影響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呃 仙佛 紀公老師告訴我們說 安平而樂 盡所己能 富而好理 新至成 所以呢在這裡呢 呃 一開始仙佛 呃我們的紀公老師 就提醒我們 唯有禮貫 禮貫通了之後呢 才可以修身形 那修身形就是我們修身 把自己調整得很好之後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從一件事開始做 叫做 織手 OK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量寬樂無窮 才會感受到 量寬樂無窮的一個境界 那織手是什麼 其實就是織子 那其實就是 革除物欲 就是呃 跟我們大學的織子 一樣的意思 OK 所以呢 在這裡呢 仙佛更告訴我們說 禮明極致 就是當我們的禮 呃明白了 貫通之後 而明白呢 到了一個 呃就是一個境界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去 弘法立身 所以我們呃 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要掃散心非事項 然後要去除很多的東西 才有辦法說 呃 去度化眾生 更加的一個順利 那這裡是 吊祭 心聲 淚痕 那因為找不到歌 就是目前都沒有 所以也沒辦法給大家聽了 OK 所以仙佛在這最後的 十五張跟十六張 都一直用 吊祭 語祭 來跟各位 呃我們這些 白羊修士們去分享 那呃 也是一個 非常棒的一個 因為呃 就是 禮樂在孔老夫子的一個境界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紀公老師跟幾位仙佛 也是用一樣的方式來 跟我們做一個 一個指導 那在平治這個本訓裡面呢 呃 主要在告訴我們說 聖凡在 聖凡的關鍵在窮禮除玉 所以呢 就是呼應了前面的一個 格物的一個部分 那所以呢 從這裡呢 呃我們從 這一句裡面喔 就是 所以呢 在這裡呢 我們以人 以人這一個 行儀來做格物 的一個部分 那 那 摺人呢 就是指於至善地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在跟我們的十三章的 音不失的一個 訓中訓是相輔相成的 呃 就是提醒我們的一個 非常有 呃 就是 涵養的一個 聖賢先佛喔 所以他前後 在十三章的時候 在音不失這裡 就是有呼應 所以這裡我們一起念一下好嗎 當知大學之道 當知大學之道 在明明的 在心明 在指於至善 而後定盡安律得 物有本末 事有忠實 知先後盡道矣 無心有愛 欲至人先 那這裡的部分就是講正極的部分 OK好 所以呢 我們都知道 呃 之所先後 則盡道矣 我們才可以知道事物有本末 宗實 我們才會去 西辯 OK才會去清楚的了解 那所以在 音字本訓這個地方呢 呃 就是講得更明確 在十三章的一個部分喔 呃 先佛告訴我們說 首先乃在明明德 再親民以物懵懂 那這一句我們一起念一下 紅字 呃 紅框的部分 進而就在極致時 能夠再再進何中 那我們生命之道 善應善用 安靜指望 最輕鬆 好謝謝各位請寫 所以那個 在這一個部分呢 先佛特別提醒我們安靜指望 所以一直在提醒我們指這件事情 就是斷除物欲 呃 那如此情之而後定 那靜命在是非之空 所以我們才可以 做到最後一句的 因實至乙法萬中 或許覺得不容易 因為要先從格物先開始做 好 那在這個部分呢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先佛也知道說 我們要做到 以人格物制 那要止於資產地不容易 所以呢 特別提醒我們告訴我們說 必須要 虛心求教目標我 唯有這樣子呢 我們的理想報復呢 在執行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遵守一件事情 大學裡面的什麼之道 邪舉之道 OK 好所以 側隱懷人為原上至善用能 善用良能體真實 所以這裡很重要 先佛告訴我們 呼應前面的十三十四章 先佛告訴我們說 一定要請禮法 所以呢 一定要法理並用 才可以廟地揚親基著事 那更告訴我們說 因為這個章節是孔老夫 子貢在請教孔老夫 有關心性的部分 所以呢 先佛更告訴我們說 內心無焦 評論理道宣 才有辦法一貫法傳遞 這個也還蠻重要的 那所以先佛最後告訴我們說 故人為任理推行 那我們乾坤修辦 必須要將責任擔起 這樣 好 那在兒子的本訊裡面 一樣是藉由窮禮除玉的部分 去做一個 先佛跟我們做一個民事 告訴我們說 明命仁德心濟是襲擊開創 創家基 那在這邊呢 我們要襲擊開創 創家基之前呢 一定要先做到前面兩件事 叫做涵養功生 恭敬人 和氣千功眾歡喜 所以先佛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說我們從我們的心性上 開始做起 這個部分是先佛告訴我們說 很重要的事情 唯有做到這件事 才有辦法 見機而做起眾生喔 OK 所以理應法華度謎子 那先佛說 那如果要傳播文風的話 要用理來做為一個標的 那要怎麼做呢 職科罰科努力學 那各位前嫌我們都知道 職科罰科努力學這一段裡面 罰科其實是詩經當中的一個篇名 OK 那後來呢 在中庸 也就是我們剛剛小梅講師跟我們分享 中庸裡面就有提到這邊 是當時候是記載 孔老夫子 藉由此篇的一個詩經的詩句 來說明什麼呢 來說明說 道不遠人這個部分 OK 所以呢原文是這樣子說的 只曰道不遠人人之味道 而遠人不可畏道 所以呢告訴我們說詩雲 詩經的原文是 罰科罰科其則不遠 OK 那罰科罰科就是我們不需要外求 那職科罰科 職科以罰科 各位前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有拿過斧頭 斧頭不是那個斧的刀子的部分嗎 要拿那個刀子一定要什麼 餅就是要拿那個餅 餅的部分這樣 對不對 OK 好 那那個我們的斧頭裡面要 牽入一隻木頭 那那個刀柄的部分 它那個洞會不會是可以 可以放大或縮小的 不行 唯一能變的是什麼 就是那一根要握的那個地方 OK 所以就是叫做 柯就是斧柄的意思 就是斧頭的那個餅 好 那先佛告訴 詩經告訴我們說 罰科罰科其則不遠 直科以罰科 逆而視之 也就是說 我們要做那個斧頭的時候 那個斧長這樣對不對 它那裡不是有一個洞嗎 我們會這樣 眼睛咪咪這樣對一下 那個洞在這裡這樣對一下 以前目測嘛對不對 目測目攻很厲害 目測之後就知道那根餅要多出 OK 所以這一個部分就是說 由以為遠 故君子 以人至人 改而直 那在這裡的 告訴我們的部分 執科以罰科的部分 就希望我們可以革除物欲 而且呢 在這個地方呢 不管說 這個斧頭是不是 跟木材是不是相符 那也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要用同一個標準 來衡量全部的眾生 這是先佛告訴我們說 是不是呢 所以最後先佛告訴我們 那個中庸裡面告訴我們說 故君子以人至人 改而直 OK 好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呢 先佛告訴我們希望 執科罰科努力學 穩定正腳行警惕 必須要做到一件事情 是不是要用同一個標準來衡量呢 先佛告訴我們什麼 寬以待人言綠己 所以呢 切切絲絲頂天立 OK 那我們都知道切切絲絲 是來自於倫語的一個指路 指路篇 那裡面呢 就是指路呢 指路是一個很大方的人嘛 所以指路是這樣說 裡面就這樣說 朋友切切絲絲 兄弟姨姨 OK 也就是說 季公老師藉由這一篇來告訴我們說 同修之間要互相的責免 互相的鼓勵 互相的鼓勵 那作為一個好的一個修辦團隊 就才可以達到 訓中訓裡面的最重要的一句叫做 而應肌是大同 這個不容易喔 OK好 所以呢 在無字的本訓裡面 因為本篇在討論 就是貧窮潦倒 或者是居上位有富有的時候 要那個心性上到底要怎麼辦 那所以呢 先季公老師在這個地方 特別用這一篇的本訓 來跟我們互相勉勵 互相討論 什麼叫做真的貧窮 什麼叫做真的富裕 OK 所以呢 這裡呢 首句就告訴我們說 庸人多欲多求而 無離而苦 而苦 無離則苦難見世 這是真貧 對吧 OK 然後 人至義盡心最負 心成冠一 明天意 所以呢 今天也呼 就是那個 鼓講聲很厲害 呼應到那個一 對不對 全 一 點嘛 對不對 OK好 所以呢 和氣志祥楚好禮 所以呢 心智善良化利器喔 所以一心為眾樂道屈能屈能生低心息 所以一直在講我們心性的一個部分 那 智步 穷貧而無產 吉達達人 凹頭居 所以呢 才可以做到數位而行民安也 所行之事何乎禮 那 盡以福人言中信得之存養天護壁 所以在這個地方先佛特別告訴我們說 什麼是真貧 什麼是真貧 OK 好 那在產智的這一個本訓裡面呢 就是在回來我們的 這一個章節最重要的觀點 就是力學理揚 理 來決 這個理 理智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在這個章節裡面呢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希望我們 好 好 所以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呢 要做到這一件事情呢 必須要敞開度量快樂修 要學習我們的老祖師的一個行為 那 佛裡弘揚盡於立 光明磊若心寬闊 這時候呢 才可以做到一件事情叫做 前吉生根見生肌 OK 所以呢 在我們十三章剛剛有一個叫做極致對不對 OK 在這個地方 先佛在這一個這幾個後面幾個章節 一直告訴我們極 極致的極的重要性 那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老師告訴我們說 方便法門修身行 但是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叫做什麼 之手 我們一起唸一下 則之手歸不偏離 方便法門很重要 我們技工老師也一直用各種方便法門對不對 但是 最重要的在後面這一句叫做 則之手歸不偏離 好很重要的一件 所以末後一早必須要真修煉 必須來自於正知正現心 有沒有辦法提升 才能夠發揮才能了解 願行之誤會樂意義 有人做很多對不對 做很多 做超多 度了很多人 可是呢 那個如果有偏頗 就會變成什麼 就沒有做到行之誤會 那這個人就不會快樂 先佛特地告訴我們 提醒我們要做 要記得這件事情 所以平和無產的一個本訓裡面 後學就學習就是擷取幾句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先佛在裡面呢 告訴我們說 如門以人格物至 所以那個知子的功夫很重要 那責人止於至善地 然後呢 理想報復尊結局 後學覺得這幾句非常的重要 可以做我們一生的一個座右鳴 那最重要的部分 先佛告訴我們說要法理並用內心無焦 這兩個 這八個字看起來很容易對不對 念起來也很順 可是做起來真的不容易 後學覺得 所以但要怎麼做呢 唯有用人為任理推行 就不會偏順 所以用人 然後 理 來做一個推行的話 見機而坐 起終身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佛告訴我們說 必須要止科法科努力學 所以 學無止盡 OK 所以我們就一起學習 所以先佛繼續告訴我們說 人至意盡心最負 這裡是真負跟假負 真負跟假負 真負跟假負 那盡善其性窮理稀 唯有這樣子的一個做完之後呢 才可以讓我們達到一個進階 就是前吉生根健身機 我們呢 才可以做到方便法門修身行 但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在於 知首歸 折知首歸騙不離 OK 這是這個本訓的一個重點 那裡面呢 先佛呢 一直用各種不同的歌曲 來跟我們結這個善緣 那裡面呢 有一首歌叫做修道的勇氣 那後學覺得很棒跟大家分享 就是先佛一開始就告訴我們說 人生只能向前走 那最後呢 後學在這裡有稍微標記一下 先佛在後面這兩張 一直在告訴我們理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我們呢 可以做 就是用神采飛揚展現 用愛心來理傳播 為自己做奮力的一搏 這樣子 那重點在於修半道要團隊合作 這時候道氣才會類似佛國這樣子 OK 好 那後面是在進入到負而無礁的一個訓文裡面 在這裡一樣是跟前面做呼應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希望我們可以千充字幕堅定能自主 那也就是 就是呼應 富而無礁的一個部分 那謹慎腳步一理 所以理字又來了喔 眾生救度 那只有用智慧仁德來廣步 才可以引渡眾生 早日理覺悟 所以理字要做其實不容易 那要怎麼做 我們必須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犧牲奉獻快樂付出 攜手 銅步品聯足 但於人生路 榮與路 淡薄心安舒 真心之主 共將盛道鋪 所以呢 這裡的關鍵就是在理 語記叫做力學理揚 就是我們剛剛執科法科 努力學 那我們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將力怎樣 發揚光大 OK 把心理心法發揚光大 那複製這個地方的本訓 主要在跟我們分享 千充字幕堅定能自主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 先佛 這裡老師其實也很慈悲 知道我們這個 修道路上不容易 所以手具就告訴我們說 走在修道的一個人生路上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境呢 先佛 紀公老師說 成員俗情繞身旁 或許看了之後就 好像真的是喔 真的就 然後但是先佛告訴我們說 我們身為白羊修士 要修行去度人成全人對不對 有時候呢 就會怎麼樣 忍辱負重懷胸膛 但是呢 我們忍辱負重對不對 很痛苦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是紀公老師的小圖兒嘛 所以我們還是很努力怎麼樣 神聖使命升上扛 後學看到這四句的時候快哭了 就是覺得 其實先佛懂我們 老師懂我們的心 所以 紀公老師後面再告訴我們說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是 千充字幕踩聖境 我們在踩這條聖境的時候 必須要千充字幕 這時候才能達到一個境界叫做 當我們的心性不夠成熟 我們沒有辦法千充字幕的時候 我們走的路就不會快 就是演那個咖有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像那個原住民的腳有沒有 很厚實 每一步都踏得很穩固這樣 所以呢 當我們可以做到這兩件事之後呢 幸福來自善因緣 我們就會感受到善因緣 一直充斥在我們的身旁 我們會感到幸福 而且人而黎明喜洋洋 我們度化的人 就是怎麼樣 稍微提一下 他就可能這樣 跟我們有緣 馬上就了解了 那所以文學修辦 看自己引眾生 救度 救度迷郎 所以呢 先佛也很慈悲 也知道我們其實在修辦到的過程當中 有一點辛苦 沒有老師那麼辛苦 但是有一點辛苦 所以先佛也知道 就告訴我們說 傷痛時間充能但 步步依舊領前方 所以呢 徹底修行千訓隨 真實人生化家常 所以前嫌不到的時候 都沒有說很辛苦了 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 體而力學拔到陽 先佛最後還是在鼓勵我們 那兒子本訓的部分呢 先佛希望我們可以做到 然後謹慎腳步一力來眾生救度 那在這裡呢 我們轉動法輪呢 必須要怎樣 信念長存 那必須要團隊合作辦莫長 所以先佛一直強調 我們一定要團隊合作 所以呢 要怎麼做呢 我們身為白羊天使 藍色字我們一起唸一下 天使善用智與德 禮覺明明人風昌 慈悲心田用於人 最後呢 相知相喜安家邦 看了會覺得很感動 我們就是要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善用我們的智與德 才可以禮覺明明把人風推廣出去 那當我們人風推廣出去 我們那個慈悲心 才會長久於我們的心田 我們才不會忘記 有時候啊 上班的時候 我們平常在佛工堂想要慈悲心 但上班的時候有沒有 回家的時候 突然那個慈悲心變得特別小 有時候就會這樣 所以呢 才能相知相喜安家邦 所以得者受之度成慧 早日離苦脫亡羊 那天有大愛才可以垂至到萬眾一心波四方 那吳智本訓這裡呢 先佛一樣在提醒我們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所以希望我們攜手同步品聯足 所以呢 先佛告訴我們必須要牽手共辦 那要為道場挺身而出 必須要心聯心 重點要怎麼樣 心聯心就是要志氣很強 才能夠禮賢奉承奉真心腹 人品道足建聯邦 所以我們要建聯邦的關鍵在於 共宣真理共攜手 同步前進才可以凱歌唱 所以騎步走同步行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最後才可以怎麼樣 就是乾坤同伴之外呢 以得福人立凱摩奉 獻上愛心呈上昌 這時候才可以 所以看到這裡先佛的文字 其實都沒有用很難 但是一直在用情義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認知情義的部分 他一直在用情義的部分 在鼓勵我們 反而在認知這個部分的結構上 在後面兩張沒有很多 好 那焦智本訓一樣在理學 力學理揚 就回來回扣到我們的關鍵的一個部分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在第三句裡面 你我真心共孝盛 必須要怎麼樣 鋪張揚力重景仰 人生過程安知醒 修辦理學中成長 所以重點又回到志同道合之外 重點要開心做 必須要知足常樂 這樣我們才會感受到那個內心的一個舒暢 所以最後兩句藍色告訴我們說 盛凡元榮做交流 所以因為我們是白揚修士 所以先佛特別告訴我們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做到盛凡元榮 然後呢 附入德論聲也再次跟我們做提醒 才能共譜輝煌大樂章 真心修辦有結果 成績展現才可以重共賞 好所以富兒無產的一個本訊呢 就後學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禮賢奉承真心賦人品道足建聯邦 我們一起建立一個就是聯花邦 那要怎麼做呢 必須要修辦理學當中再做成長 必須一定要怎麼樣 盛凡要如意 所以盛凡元榮做交流 這時候呢真心修辦才會有結果 OK 那這邊呢 剛剛後學我們這邊念過 後學就不再重複 好那這裡一樣有一首歌 是季公老師給我們的一首 送給我們的一首歌 叫做風中的雨意 跟前面呼應了 我們像不像風中的雨意 有一點像喔 因為我們在打拼的過程當中 有季公老師知道我們有一點辛苦 所以呢 他老人家調劑是風中的雨意 但是雨季裡面強而有力的告訴我們是什麼 其實是修道的勇氣 OK 所以呢 季公老師也很可愛 他說別問我修道到底好不好 這問題真的很好笑 OK喔 你的心天天在跟你曬跑喔 好 一顆心變化 像光在閃耀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 又要用新天堂來打造 看看這世間多麼美妙 活躍活得精彩活得逍遙 那後面紅色字我們一起唸一下 為自己鼓勵一下 想修就要修到明理立目標 你的前程美好 相信佛都知道 想做就要做到報定節操 報定節操心智高 那後面 只有我做得到 OK 所以那個季公老師說 要修就要修到什麼 很高的境界 就是明理立目標 要做用台語講 超那個氣勢 要做得到什麼 報定節操 好 所以這是季公老師 特別提醒我們的部分 那後面 十五之二的一個部分 為若平而樂 復合號禮的一個部分 那候選一樣 在PPT裡面都會畫幾個重點 那我們先從 那個訓中訓來看 就是為若平而樂 訓中訓呢 這邊在講里揚明道而樂生 各位姐姐 你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從前面到後面 是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 從力學禮揚對不對 好 那從這個地方呢 那禮揚之後明白了道理 那這時候快樂才會怎麼樣 產生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自己就會覺得很快樂 越做越快樂 所以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明道自知修身立命 人得祭眾生 那我們要知道說 就是後面 先佛更提醒我們說 言行盡其成 所以呢 我們要 有志求學日興之功 言成張德風 所以我們要一直講 中庸的那個成字 要長保我們心中 不圖為樂 身景盛行 正心養性 理念清 那要怎麼做呢 先佛其實後選框紅色這個地方啊 是先佛在本訓裡面特別再去強調 回來再呼應我們的殉忠性 我們一起念一下 就這四個點 觀其至 明之行 體之用 樂由生 只有這樣子做之後才是禮揚明道樂生 好 那禮揚明道樂生就可以怎樣 我們在應對進退的時候就可以活潑硬勢 那這個是調進東南行苦山 苦行山 這後選去找這邊的歌曲 都有一樣的調進 但是字都不一樣 所以後選就沒有再用 用歌曲進來了 那在未至的本訓裡面呢 很重要再告訴我們要明道修貞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的那四個裡面的觀其至 那觀其至呢 那先佛告訴我們說 常人膩於平與婦 又呼應到前面 所以庸庸陸陸忙追逐 所以呢 今日我們求道修道之後 就怎麼樣 撥開了雲與霧 要把生命看清楚 那聖前先佛希望呢 我們應該要學習孔老夫子的 物實而知天命 所以呢 應該要把什麼 行道德修賣聖徒 這很重要 所以才可以做到成人成己自立強 那修辦以仁德祭眾 這時候成的力量才會發揮 大道才會弘斬才會昌盛 身體力行相輔助 所以呢 這是先佛告訴我們說 觀其至的一個部分 我們必須要 實時的自我行約束 處處自我求進步 那在落字的本訊裡面呢 在呼應的是我們的明之行 那先佛告訴我們說 必須要堅守原則而言之 盡其信者最幸福 所以人的真諦要執行 真心誠意全力賦 共修共辦推眾前 學習有成長紅圖 所以我們到時候 心中的願呢 任重遠 那自求自結心鞏固 所以呢 我們有志向了要做 好 那再來呢 憑字的本訊裡面呢 著重在體之用 先佛告訴我們說 紅色的字我們這裡 謹信禮事宜破除 所以呢 我們要慎堵正念用功夫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實事造賢志向有喔 然後能見其真不圖樂 但是我們要做到後面 紅色的兩段 好 信禮事宜的部分 還有慎堵正念的一個功夫 這時候才可以自強不息得楓揚 君子行見清風書 就我們必須做到怎麼樣 勇敢承擔天職賀歡喜付出的廣步 那兒字的本訊裡面 一樣在著重在體之用的一個部分 那體之用的部分 這裡先佛紅色的字告訴我們什麼 素行本願行善樂 那這時候我們才可以活活潑潑踏 踏坦圖 那日心用心肢體用 這時候我們才可以心讀應事無拘束 真心是道明本之 正得事實正絕路 所以我們在絕行的一個路上 我們必須要樂觀進取心無主 韜光養晦煉真爐 所以我們要很重要要做到韜光養晦 把我們如如自信去做一個就是修煉 好 那樂字的一個本訊裡面呢 剛好呼應我們的樂遊聲 那這裡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也跟大學做一個呼應 就是令作心明探伐禮 探伐禮 真誠相對心無度 所以忍者睿智孝賢聖 樂天之命聖音樸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修福修會得培養 這時候我們才能做到我們今天的關鍵 叫做什麼 禮明祭世模範術 OK 所以呢 仙佛希望我們要好好的去博學多文 增加我們的見識 所以呢 要尋求善佑參聖書 有緣得受逍遙居 安心無懼萬大步 好 才可以共同的來建造我們的一個彌勒淨土 所以後學就在後面做一個統整 在為若平而樂的一個本訊裡面 其實在告訴我們觀其制的一個重要性 那我們一起念一下這個行道的一個部分 行道德修賣聖徒 真人正己自強力 不好意思 修辦以仁德祭眾 成的力量大道昌 身體力行相輔助 那於此我們才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明道自知修身靈命 我們才可以呼應到我們的本訊 就是老師希望我們可以仁德祭眾神 必須要先觀其制 那下一個部分呢 明知行呢 先佛希望我們要做到哪幾件事情 我們一樣念一下 堅守 堅守原則而言之 人的真諦要知行 人的真諦要知行 共修共辦推眾前 心中的願認眾遠 自求智節心鞏固 唯有明知行呢 我們才可以呼應到本訊裡面 告訴我們的知言行盡其成 知言行盡其成 那身謹慎行 我們的在做的部分 要謹慎的一個去做一個部分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堅守原則很重要 那人的真諦要知行 然後重點是要共修共辦 那在體之用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一起念一下 謹慎禮事遺破除 慎堵正念用功夫 肅行本願行善樂 韜光養晦煉針爐 日心又心之體用 所以呢 體之用之外呢 在這我們做到這以上幾個一個部分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達到正心養性理念情 所以我們應該要把我們所學 而且知道的部分應用出來 那首先先佛告訴我們說要應用之前 一定要性理事宜的一個部分很重要 那就是先把我們的心性鞏固 所以要獨勝正念 然後才可以做到後面的一個部分 那做遊生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一起共同共讀一下 另做心明探法理 仁者睿智笑賢盛 熱天之命聖音樸 有緣得受逍遙居 安心無懼萬大不 那最後就呼應到我們的訓中訓裡面 告訴我們說要活潑硬勢 那賭食智慧真 最重要的就是 居安尋禮孝賢盛 樂天之命是無真 好 那後面我們就進入到 富兒號禮的一個妙訓 那富兒號禮的妙訓 富兒號禮哲也的一個訓中訓裡面 主要是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從禮進入到以聖禮來自覺而覺它 所以呢一開始先佛告訴我們 那起來學 然後呢要聖道禮追 那先佛呢 在這個地方聖道禮追 我們回溯一下到前面 好 各位前嫌 回溯一下 本章一開始提醒我們四個字 有印象嗎 禮冠禮明 忘記了對不對 好 我們往前滑一下 其實先佛在這個章節裡面 一直不斷的在提醒我們 我們這裡禮冠禮明 然後呢還有剛剛的那個歌詞 什麼 力學禮揚 還有呢後面告訴我們要踩聖禁 然後要聖道鋪 賣聖徒 聖道鋪 其實聖道禮追 這個富兒號禮的一個部分喔 其實聖道禮追 把前面的禮冠禮明 力學禮揚跟聖道鋪 聖徒 賣聖徒一直呼應到 這一個訓宗訓裡面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要做到 聖道禮追 首先要真諦名參 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一直在這訓文裡面 一直重複的出現 所以先佛希望我們可以真正做到 韜光養晦的一個部分 然後千浪禮 人節得陪 然後才能夠匯集大千 善舉推眾 那行道中庸言尊規 安平樂道有得居位 所以這裡在講的就是 不換人之不己之的一個 不換的一個部分 然後熱善好施點魔聖水 太而不驕 喜捨無為 就像我們的指路一樣 那可以做到尊賢參聖 充容薪水 那原度眾生同歸 富而好禮 明知進退 認真的一個好學禮追 所以日常有道用心體會 攜手共創光輝 那這首歌是吊計一簡美 後學其實沒聽過一簡美 特別是聽了一下 好 但是那個詞都不一樣 所以後學就沒有用了 好 那在複製本訓裡面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必須要以聖理來自覺而覺他 對不對 可是怎麼做 怎麼做 先佛就在本訓裡面 才真正告訴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入佛門道理探究 重點在什麼 用功學 才能受益良多 再來呢 性命修 才可以勝得重情 再來呢 明參掏 才可以略有收穫 所以洗衣生全息復出 四明光照要全球 要明白人生真諦 必須要怎麼做 以浪千禮虛做 聖賢智齊來追隨 必須要怎麼樣 心仰慧 才可以普渡娑婆 那要怎麼做呢 明覺露 才可以開啟法門 那再來呢 見賢絲 才可以謹慎的前走 最後 為善樂之外呢 要終歸不亂喔 居露相 才可以安心自得 所以其實裡面很多秘密 或許公讀之後才發現 裡面真的很多秘密 那兒子本訓一樣 是以聖禮來自覺 先我繼續告訴我們說 說要怎麼做 第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懷初衷 才可以閩視塗炭 再來呢 起昌生 才可以怎麼樣 苦海超脫 這時候人間人德以為大 所以就是我們求到的那一刻 千萬要任禮實修 所以呢 行度化 愛心才可以普及 所以為什麼我們到場 一直鼓勵我們去度人的重要 三多四毫裡面重點就在這裡 因為行度化我們才可以愛心普及 做善事莫足滯留 溫暖送人結師會 推行中內外應和 所以呢 最後呢 最後呢 為了要以人得賠必須要怎麼樣 立身行才可以以人得賠 所以眾志成成必會有成果喔 所以先佛就告訴我們 鼓勵我們這一件事情 所以當發揚禮儀道德 舉重旺道成開拓 所以呢 大道顯天開恩典 這時候我們大道顯天開恩典 有沒有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COVID-19的時候 出了一篇什麼 那個啊 我們有一篇叫什麼 好招令 當時候你有沒有寫下要度化多少人 有沒有開設佛堂的 有沒有 所以大道顯天開恩典 就我們感受的那一個時刻 OK 所以那時候我們才會學習 真的遇到苦難了 我們才會怎麼樣 才會發善願時時刻刻 所以體 細體物得了珍寶 那隱物中要必須學習斷除疑惑 好 那以上呢就是三個三個字的部分 就是裡面的 聖禮謙佛給我們的寶貝 那在者字本訊裡面呢 真修同心共辦莫厚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今有福前世所居 所機啦 不好意思 那言謙虛行功利得 所以滿朝筍千者受益 所以我們一定身為白羊修士 一定要做一件事叫 禮為端效法聖哲 所以這邊很重要 那先佛告訴我們說 富兒號禮名之境 那才能夠做到一件叫 身不染連結自首 那在紅塵中才可以隨遇而安 所以很重要喔 要認清楚一一突破 憑無求仁成感之 退一步遠見遼闊 所以智仁勇 敖頭獨居 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做到 以得福重才可以立凱摩 好 所以呢 先佛在野字本訊一樣 就是呼應前面的 告訴我們說要同心同德辦莫厚 所以呢我們就把那個藍色字 或者標記的這邊我們看一下 就是你我他天 因為我們都是天恩共體 所以我們要字節很堅力 一起來怎麼樣 群策群力 自私量自己去思考 我們要怎麼樣認重而道遠 才可以賣康莊遠程開拓 那重點就是紅色的 我們唯有心連心才可以辦莫厚 只要我們用心就會有成果 所以先佛在此鼓勵我們 所以後學就可能字有點小不好意思 後學就把它整理下來 復了號令 我們一起要做到 用功學 明參饕 性命修 一千浪 心仰慧 明覺錄 這以上剛剛要做的 那就是我們在要見私 見賢私的過程當中呢 也許我們在比較貧困的時候 我們才會去感受到居肉像 嚴淵的一個心境 那才還有指路的為善樂的一個部分 那懷初衷起蒼生行度化 那生力行 度化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就生力行 而且一起發善願了 那這些呢以上都有做到 就是真誠表忍者無敵喔 先佛告訴我們的以上 那個圈圈圈圈都做到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真誠表上天忍者無敵 那智慧就會怎麼樣 生發出來 就會涵養公生 有所知則善前進 那實際修要 先佛最後還是提醒我們 我們在修閒過程當中 還是要隨緣度眾生 不要執著 OK好 所以呢 佛華浩里哲也這邊 就特別再跟我們提醒了一下 人為端效法聖賢 要必須要以德服眾立開謀 所以剛剛我們一起念過的 天恩共體群策群力 任重道遠遠程開創 最後才可以 心連心共辦幕後用心 才會有成果 好 十五師之三 如切如戳如濁如磨 這些 這兩句我們應該很熟悉 所以呢 先佛在告訴我們說 在訓中訓告訴我們說 他覺醒圓滿 剛剛是自覺而 覺他 現在 覺他要 覺醒而圓滿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修半道呢 必須要真誠度化中心 習良機開創前程 習良機開創前程出現了兩次了 所以先佛一直在告訴我們 所以 持願力才有辦法至高崇敬 尊德性寧我精盡 精益求精 公行大道孝盛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必須要禮陽兒 人風送 必須要怎麼樣 緊握家旗見公 唯有如切如戳 智慧才會大增 認真修行 那既至陽道紅 那這篇是語記起賢 要啟發賢者 好 那如切如戳的如這個字呢 的本訓告訴我們說 信願還得切戳琢磨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適理則進非則退 必須要用其爭執便爭權 那我們現在已經大到了到白陽 應運白陽期了 那我們一定要做到一件叫 真知著見聖禮陽 才可以認清方向 道大理為 我們要慢慢去體會 琢磨歡喜心接受 這不容易喔 在切磋琢磨過程當中 我們能夠歡喜接受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立信扎根養浩然 浩然之氣就會自己慢慢起來了 好 那戳字的一個本訓裡面告訴我們說 認重還得要切磋琢磨再回去呼應 所以呢要怎麼做呢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必須要 所以這一句就來自於我們詩經的小雅篇裡面 再來是高山陽指 禁行心智 那也就是說我們崇高的一個德性 希望我們可以更光明的磊落 但是善意雅要素顏婉轉 先佛知道說我們有一份真心了對不對 很想馬上說對不對 但是說的時候記得婉轉一點好 這時候心性提升更踏實 幕後修辦不退縮 好 那後學就加快一下速度剩半小時 還沒講 十六張還沒 十五張還沒講完 如切如錯的本訓裡面呢 先佛告訴我們修辦道裡面 重點在學修參辦要適時機 必須要隨緣度化 那要真誠的度化 要活潑玲瓏 然後落實精進之外要知而行 要做才是才能夠洗涼飢餓開創前程 有時候想很多但沒有做 機會就掰了 這樣OK好 所以呢如缺如搓很重要一件 叫做持願力 那我們在持願力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很重要一件事要 抱定終止心明做 所以呢 慈愛為懷悲願有 視理則進非則退 用其爭執便爭權 唯有爭之濁見才可以讓聖禮揚 那仁孝得者心奉獻 道大理為細體會 立信扎根養浩然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必須後面要公行大道孝順 那就是訓中訓裡面告訴我們要做到的 就是在本序裡面再相呼應 以道立身真智慧 人為己任戳免 那行之成理智如海 謹形心智心切切 心靈提升更踏實 好這是裡面的部分 那如切如搓 告訴我們說要怎麼樣 唯有如切如搓 智慧才會怎麼樣提升 對 那各位請選如酌如膜了 要切磋酌膜嘛 如切就是切磋才會有智慧生 所以在那個訓中訓裡面就告訴我們說 如酌如膜才可以怎麼樣 練性真圓滿 OK 所以如切如搓 智慧生喔 如酌如膜練性真圓滿 那要怎麼做呢 也就是道化世人自覺覺他 修身立命依循中和 孝聖賢法天地 才可以做到禮陽而立模範 那如智的一個如智本訓裡面 其實在揚聖禮聖禮覺 先佛告訴我們說大道盛傳真理覺 覺知天命聲丹賀 所以覺字很重要 那要怎麼做呢 修辦要言語立己 律字 律己的意思 那就是盡他人和氣合作 用心於道起重安 終止報定學勝懸 那告訴我們說 理路明白人宣禮 理路很明白 可是要靠我們去宣揚 才有辦法度視精進樂悠悠 那先佛告訴我們說 要認清自己 時刻謹慎 團結一致 筐肌筐肌 才有辦法天命行之取其得 聖夜見照於人厚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佛告訴我們說 不要忘了前面做很多 有兩件事情很重要 尊師眾道不倒顛 然後必須 不會的就要虛心求教 醒活潑 那卓智的本訓 要回到我們的中庸之道 依循中庸無偏頗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我們呢 借持戒修訂領前方 我們都是 站在前面的一個領導者 那循循善佑道宣說 開創守成並肩隨 必須要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叫做依循中庸無論生 這時候 唯有做到這件事情 才可以仁德論生志向前 所以呢 唯有這樣子做之後呢 我們才可以 運字巧琢得與成行 人行浩瀚圓人救 才可以救度我們的一個 苦海裡的眾生 那磨智的本訓裡面呢 要細心雕琢 才可以成果圓 所以以上前面做的 這裡前面做的 就是 一行中庸 仁德論生志向前 必須要怎麼樣 還要加上修行 低悲 魔戀性 真聖楷模三不朽 所以呢才可以做到 得點明星論性緣 最後一貫到楊絕 紀絕學 細心琢磨才可以建成果 好 那後學就稍微把本訓裡面 跟我們訓中訓的道化世人自覺覺 他跟修身立命做一個簡單的一個統整 仙佛告訴我們說大道盛傳要真理覺 唯有一件事情要就是很重要 叫做覺知天命生當賀 那我們一起念一下 因為後學覺得這裡滿重要的 我們可以作為自己座右銘 先佛告訴我們一起我們一起念一下 公讀一下 我有做到這些呢 我們才可以大道盛傳真理覺 覺知天命生當賀 這樣 好 那裡面呢 一巡中和裡面告訴我們 就是訓中訓裡面一巡中和 有在本訓呼應就是 先佛希望我們一巡中用五篇博 仁得論身志向前 那必須要任禮實修 實修運至巧著成與德 所以行人行浩瀚原人舊 最後呢要得修業章眾生 才會追隨我們法效 就是效法 那實見正見與人和 最後才可以善用真心細琢磨 那最後才可以達到戀性真圓滿的一個境界 範裂才是明本行真謹身炎 仁禮到範裂千求 那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呢 必須要修行低悲磨戀性 真聖揚磨三不朽 所以才最後我們一定要做到忍辱負重不懈待 好 那第十五章之事 告諸往而之來者的部分呢 這裡就是全部的統整就在這兩句了 各位請請我們一起唸一下 你我真理陽修辦聖夜創 所以更 好那我們到這邊 先我告訴我們說 你我真理陽修辦聖夜創 那要怎麼做到聖夜創 那修辦團隊呢 必須要做到禮陽化聯邦 所以呢先佛告訴我們說 我們身為白羊修士 一定要引眾倒前方 志氣月高昂 新手相連氣和翔 那在這個部分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銳智相符助化十方 最後要讓宣禮宣任堂 才有辦法化聯邦 所以呢在告知本訓裡面呢 先佛告訴我們要 體真常 體真意 真體用 那在哪裡呢 也就是說先佛希望我們 有志一同 陽 道 昌 必須要做到一件事 就是魯學 重 嚴 體真常 現在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一起讀了 論語 孟子 中庸等等的 OK 好 然後呢先佛更告訴我們說 核中共濟體真意 我們要一起去 體會裡面的真實意 才有辦法做到 一貫制到真體用 才可以應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好 那先佛告訴我們說 諸字本訓裡面 必須要心手相連氣祥和 那也就是說 天心人和祥銳智 遠古登經智會唱 那必須要手攜手 來將聖音發揚 悟到心越心超然 那告訴我們說 成天緊密必須要看前方 志氣越大的話呢 心量就會越大 這個不容易做 有時候志氣越大 我們的心量 不一定會跟著越大 但是我們一定要 就是一起學習 先佛告訴我們 志氣越大的量要越廣喔 那往志的本訓裡面 人結壯志也就是說 希望我們可以祭祀救人道揚 所以呢 先佛希望我們心懷人暴結壯志 那必須要長得不離親近心 必須要伴隨真理 才可以賣康莊 所以正念忽實捨身行 好 那告諸往的一個部分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都如學重言 所以呢 才可以等體真長 那真體用 然後呢 告訴我們說呢 要悟到喜悅心超然 那重點在下面喔 要心懷抱人 要長得不離 要伴隨真理 最後才會有什麼 正念忽實 我們就可以放心的捨身而前行 這樣 OK 好 那先佛 激公老師在這一首歌裡面呢 就是 後雪就把他跳過去了 因為時間不夠喔 這一首歌 後雪很喜歡手牽手這首歌啦 所以跟大家分享 那手牽手的歌的版本有好幾個 後雪覺得這個版本還不錯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下 那 知癌者的一個訓中訓裡面呢 先佛希望我們呢 要宣揚古倫理 要參言道之意 那我們身為 我們要學習賢者的什麼 遵循不預舉 修身道範例 那我們要學習聖賢的 晚為局 道遠勇程序 那我們身為修道者要怎麼做 持意恆 道德重整創家機 我們才可以保有聖賢的志願 永遠的一個堅持心法喜 那修辦到同舟共濟 好 那所以兒子本訓裡面 我們希望以道 以道來恢復古禮 那才可以禮法尊 所以修身即勝才能夠見功德 那先佛希望我們以人為任聖業績 必須要做到什麼 橫沉不變道行手 才能夠做到內德外公犯立足 所以呢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謹慎我們的心念在二六之間 所以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就是敬業修德 才可以唱人送義安家邦 毅力得培道開拓 好 那真知真行之後呢 才會有結果 真智真慧才會得勝果 好 所以呢 兒子來者李宣揚 才可以提切有緣束著手 所以呢 跟各位前員報告一下 就是後學覺得這兩句超重要 叫真知真行有結果 真智正慧才能夠得勝果 好 那以上這個是後學統整的一個部分 如果我們要做到你我真理揚 從剛剛複習的李冠李明 那後學有做連結 您可以回去看一下 就是在這裡李冠李明 然後呢 李道宣故人為任 李推行 在這個部分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李傳播 李覺李傳播的部分 就是在先佛的歌曲裡面 然後 李覺明明 這先佛告訴我們說 也就是我們的白揚天使 只要善用德與治才有辦法李覺明明 好 然後修辦理學呢 要怎麼做 也就是說 我們修辦理學要一起成長 必須要志同道合開心做 知足常樂 才可以 就是才可以知道說 怎麼樣去落實 那探法理 就是立作心明探法理 那修符修會得培養 李明盡釋才是成為一個模範術 那先佛更告訴我們說 不只如此還要做到好學理追 在這個地方 在一簡梅這首歌這裡 那還有任理時修的部分 先佛告訴我們說 要懷初衷 起蒼生 行度化 生力行 發善願 那 李揚兒 人風送 那也就是在這個地方 別忘了 我們要如切如戳才會怎麼樣 智慧真 如濁如魔呢 修煉我們的信性 好 然後再來李宣導呢 也就是說在這邊 兒自愛者李宣導必須怎樣 真知真行有結果 真知真會得聖國 好 那聖夜創裡面呢 就是有什麼 就是在這邊 平額無產這裡 那聖道鋪 我們必須要真心知足 也就是說以李來度化眾生 然後呢 千充字幕踩聖鏡 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主力腳形 才可以到開創 好 然後呢 以下後選就不再贅述了 因為時間剩下15分鐘 所以這邊是 先佛濟工老師的小結 那真正的結論在後面 這是第16章的 不患人之不己之 那在這個部分呢 跟各位前嫌報告一下 在這個部分呢 後選就沒有在截取裡面的關鍵字 因為後選覺得每一句都很重要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跟各位前嫌報告一下 其實本章節是 論語勝訓的最後一章 但是先佛除了藉由本章節做總結之外 還跟第一章的學兒篇裡面的 人不知而不孕而去做呼應 很酷喔 或許就是去演習的時候 講師有特別提醒 就是這邊是呼應的 一定要跟各位前做報告 這邊而且還是 仁者既是應該要有的一個德性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仁者有的不孤單 修身謙和尊人錢 那寒購納見原媚產 李賢下釋孝先佛 聖因傳播重責丹 行當宮僅租 至租源 所以必須要勇往直前 李陽軒 行道祭如 如風盛展 所以呢 智間人 辭宿本願 強不凌絡 純善念 所以呢 最後才可以達到 就是我們立典範 立功勳立德 這是在吊祭清平吊 好 那在不換人之不己之後 學友邦各位前前 就是整理在下面小小字的部分 就是他在不換人之不己之的訓中訓 跟不字的本訓其實是相呼應的 那在不字本訓裡面相呼應呢 因為首句就告訴我們說 入門修辦承諾守 那體悟父初心默默 談笑論道情奉獻 數位而行不推脫 努力賠德與修辭 修身其家情治國 那剛好呼應到我們的訓中訓 先佛希望我們修養要敦厚 要外援而內方 OK 所以呢先佛後面告訴我們說 彭承萬里心之力 昂首擴步向前走 那要放下執著無所求 那最後得不估心坦圖獲 然後最後呢 要孕育英才人則有 睿智單純登聖格 知之不喜來參與 明白修到好處多 最重要的是什麼 要方針穩定做導航 我們是抉擇 必須要赫認杜說婆 用心探索到益傳 日行平常做功課 呼應到我們的訓中訓裡面 先佛希望我們要理想實踐積極前往 在這邊呼應 理想實踐積極前往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什麼 好的方針去引導 就是我們的GPS 是吧 我們的善哥GPS 那在換字本訓裡面呢 他這邊是呼應到 我們的人不知人不遠訓中訓裡面 的一心抱持美好主張 那在這裡呢 我們知道說 悟得心機心氣和樂觀進取 道悟託 所以呢必須要和賢共識 然後平而無產 李賢 李尊賢 要圓滿悲下千功仁 自在聖賢莫敷厭 眉間放寬實入創 感恩知足無怨有 這時候才能夠養腐無愧和煥煙 心靈提升才能更快活 所以呢我們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正能量 正知正見要常保有 我們才不會偏頗才不會抱怨 還記得後學的不抱怨手環 換手了 好 他上次帶這手後來換手了 不小心抱怨這樣子 OK 但是實時當中可以提醒自己 那個次數就會越來越少 好 那仁治本訓裡面呢 仁不知而不韻 不亦君子乎的一個訓宗訓裡面 在仁治本訓相呼應的是 在祭世救人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裡呢 先佛希望呢 我們人生再次要自立強 公願行公灌紅腸 目標理想懷中暴 承當所有兼上扛 那祭聖之學為己任 要必須互助 互免互助互體諒 所以呢 立信扎根 禮參言 行有方向一貫陽 所以呢 先佛最後希望我們 就是要 最後要做到 道枕明菊匡明定 責任父起 把如蜂呢 做一個張揚彰 所以呢 先佛希望我們做到 祭世救人大道宣揚 那有慈心悲願 明禮向上 所以最後 先佛告訴我們說 得 盡德之夜千受益 職丹立犯慢康莊 希望我們修啊 學啊 必須要快樂的長揚在其中 那知智本訓裡面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善用己身行度化 願力度眾託亡羊 修辦毅力至人勇 往前宣揚聖夜創 必須要開啟我們的佛 智景信員 心直禮訣參妙章 那於此呢 菩提的一個 生根繪珠 繪智珠 公 真功行前 真功行前 才可以到悟創 所以 先佛希望我們在過程當中呢 要寬大器量高結芬芳 最後兩句 就是在提醒我們說 絕煩物俗亂中定 其實我們在這個時局裡面 我們要怎麼樣 亂中定 也就是絕在 煩業當中 俗業當中 去自覺而覺他而覺悟 才可以做到 反攻自求戀性亡 也就是說 先佛再次提醒 我們必須要洞悉心裡的所思所想 要很注意 所以才能夠勵志勵品 真奉獻 事實應機 才能更輝煌 因為 唯有洞悉心裡的所思所想 包含著不抱怨手環 不抱怨的過程當中 我們勵志勵品 我們才定得下來 定盡安律德 這時候 我們遇到機會的時候 才可以事實應機 OK 好 那 不以理解之的 不這裡呢 就是 在訓中訓當中呢 就是 剛好有三個點 就是掌握原則 仁義鋼腸 那這個地方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在過程當中 要勤託信領培根基 也就是我們班務在做的事情 就是培養五種班的一個班員 然後呢 既到 道紀如者物禪姬 修身以德宣說行 不畏風雨駕周夷 那在四海有緣的廣度化 用心開闢至善地 所以先佛希望我們要 就是 度化有緣的過程當中 要互相關照 道琴簽 孝聖法賢道傳遞 那過程當中呢 更上樓層 更積極 見路加盡新歡喜 那修道之路要清楚 諸事返求於自己 所以呢 希望我們不要計較 毀謀讚揚 樂天之命 才可以自在長陽 那先佛呢 在那個 不患人之不己之 不義君子乎的本訓裡面 剛好有 呃 就是我們的 那個夫子來結緣嘛 所以夫子就說 吾不患人不知 智心有聰天之 亦存者公吾失 道為日 禮不失 剛好呼應到這邊 希望我們要 建賢師禮素本願體天念念 蒼生祭 所以我們呢 要安邦心宴仁者強 祖盡存成魔犯曆 長寶赤齒 赤子堅持住 這裡就是很 很強的一個呼應 不患人之不己之 不凌弱小互提息 所以最後才可以 彌勒加封 顯倒氣 那知智本訓裡面呢 呼應到的 最後的那個 訓中訓 希望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有修有養 有智慧的君子 不會在意功利價值 因為有聖賢之道 在心中支持 先佛的愛 在生命中交之 就是充滿德 德充實 那這邊是訓中訓的內容 剛好跟我們這邊的 資質本訓裡面 後面的一個部分做呼應 後選就不贅述了 好 那十六之二的部分呢 患不知人也 在這個地方呢 先佛告訴我們說 忍者祭祀 必須要有的志願 那應該要有的道德 領導哲學 還有修半道應該要具備的 態度跟精神 在這個地方做一個總結 也就是把前面的前後呼應 再做一個總結 所以先佛告訴我們說 修到半道要分擔有 一心復甦無所求 樂觀進取向往前走 心力目標榜樣坐 健行不退縮積極了願走 孝聖節至憤永拓 那會信光縮縮 那綻放至成果 必須最後一句話就是 念念天恩明禮修 所以最後先佛要把它導回來 我們一定要 今天有所有的一切 都是一句話叫什麼 感謝天恩施德 OK 好 所以呢先佛在幻治的一個本訓裡面 告訴我們說 忍者祭祀應該要有的德性 就是修到內外要合一等等的 然後呢 布治本訓裡面就是修 忍者祭祀應該有的志願 在這邊說明清楚 那知治本訓是應有的 那個領導哲學 在仁治本訓剛好就呼應到我們的 應該要具備的態度跟精神 那也治本訓也是在提醒我們 態度跟精神 那最後 後學就統整了一個 把本訓全部抓出來 然後呢 裡面剛好是 語句裡面 是忍者祭祀 我們都是忍者 我們必須要 在這個亂世當中去救度眾生 我們應該要有的德性 會不會太小 後學念好了 我們一定要做到內外合一 賭 性 忠實 這都是本訓裡面的 然後 葫蘆記得要常常開啟 OK 那常常開啟 後學最喜歡的就是磕頭 像後學在磕頭的過程當中 就是跟前賢們學習 我們不是謝賢秘密上的100克手嗎 可以自己無限加碼 所以後學都會自己無限加碼上去這樣 就會如如常開 就會深發智慧 要不然有時候遇到問題 自己有時候會卡住 那才能做到善與人同 那量行忠術 忠術之道要藏在我們心中 那道心要精進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人為己任 OK 這是應有道德 那先佛在那個訓文裡面 有提醒到我們應有的志願 必須要見行度眾 那以服務為目的 要見功利得 那最後先佛提醒我們兩件事 就是要覺醒人生方修行 後學覺得這一句不容易喔 在修行的過程當中 然後覺醒人生 後學覺得不容易 因為一般都是覺醒人生 才可以去修行嘛 那像後學是那個 像後學是道化家庭出來的小朋友 那後學就會更感受到 從小修行修行的過程當中 但忘記了要覺醒人生 這是現代的到二代到三代到四代 會遇到的問題 要倒回來 逆向思考 所以一般 一般心求道者是 覺醒人生方修行嘛 喔 突然覺悟了 投入修行對不對 結果現在的到二代到三代到四代是 就已經在修行環境當中 怎麼樣去覺醒人生 就是投入修辦的過程 或者是在面對那個 反俗的事情之後 深發智慧 好 這時候做到這件事之後 才可以自立自強登聖域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所有的前嫌跟後學 一起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自立自強 這是我們應該要有志願 那最後應有的道德 就是領導哲學呢 我們一起要做到 待人接物成為貴 然後人辱退讓思為美 那奮力相挺眾扶持 這個不容易喔 領導哲學 我們怎麼樣要奮力相挺 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還可以奮力相挺 這個不容易 那孝順節操要堅持 OK 那最後的態度跟精神呢 在本訓當中提醒我們 執著要放下 去迷轉悟 要反生自省 患難與共 最後兩個很重要 就是名利修來至結高 最後才可以悼念堅持始終一 這個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以上呢就是 後學呢 學習我們倫語勝訓 那感謝到場給後學機會 那也感謝孔老夫子跟季公老師 還有仲仙佛 因為裡面還有我們的不同的仙佛 裡面給後學生發智慧 那講不遠的地方 扣求仲仙佛 慈悲射罪 那講師補充 各位前嫌多多包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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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